说到台湾 令人窒息的文化之一 就是有着和湖南以及海南一样的 槟榔文化 虽然品种不同 但最终的效果一致 口腔癌 甚至到了今天 有很多的台湾朋友问我 大陆人有吃槟榔吗 在我回答有之后 他们还极度好奇的 想要吃看看大陆的槟榔 其中一位好奇的人 便是我岳父的好友 这位大叔已经一颗牙都没有了 他还有办法靠着仅存的牙龈 以及那半颗后槽牙 坚强的脚 在老婆坐月子的中途 我回过一趟脏话 偶遇了这位大叔 初次见面 此人浑身散发的 槟榔草本气息就让我震惊 染色的嘴唇呢 也几乎完全变形 见到我的时候 他张嘴大笑 让我看清了 他空洞的口腔里 竟然一颗牙都没有 并在我们短短半小时的交流里 他瞬间干完了三包槟榔 直到他起身 我以为他要回去了 准备招手说拜拜 但他扭头走向院子里的机车 又默默的从机车的坐垫下面 摸出一袋满满的槟榔 那时候我还说 你这个量就不怕口腔癌 我说大陆海南和湖南 很多吃槟榔的人 要么口腔纤维化 要么已经拿屁股肉去补脸皮了 结果他一下翻开他的嘴皮告诉我 他已经癌两次 现在的脸呢 就是用屁股肉骨的 还叫我下次 要带大陆的槟榔给他尝看看 就是这么一位大叔 从头到尾呢 除了在搅槟榔之外 不停地在乖亲老婆 生完以后的身体状况 并说孩子回来 一定要告诉他 他要给小宝贝 包一个大红包 可在我们结束作业者 回到彰化之后 我得知这个大叔 在一周前 病情突发 杀手人寰 告诉我这个消息的呢 是正在冰箱 丢库存槟榔的岳父 边丢海边说 再也不敢吃了 而当天 得知老婆孩子回来以后 也有不少的亲朋都来祝福 我更是见到了一位 要跟阎王爷硬刚一场的大叔 他就带着锤子出门 嘴巴都张不开了 掏出锤子 对着冰廊一通乱敲 然后再放进嘴里 用敏的 不过也就在当天 亲朋好友都在的时候 我才得知 台湾人对大陆 竟然还有这样的误会